嗯,老师,没事没事 我们前半到齐了,我们前半到齐了 是吗? 老师,你慢慢来 OK,差一个人,差一个人 差一个人,差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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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算在里面吗? 你们不要再讲话,再讲话,把你们关掉的声音 再讲话,再讲话 讲话大声一点,老师 讲话大声一点 老师,没事没事 这个喇叭已经够大声了,我听到 你慢慢来 都不懂是从哪里来的声音 对,50号 老师,我看到你的脸卡卡的 你的脸卡卡的 我的天,50 别晃,脸卡卡 好了,不要听你讲话了 不管你,你听到听 OK,我们来看这个 Electrostatic就是讨论到 静电学,静电 OK,那么我们的电荷 Electric charge,它的单位是库轮 这个库轮是吸引的 大写的C,你不要给我一个度 大写的C 是库轮的单位 然后我们在讨论判断的时候 我们的判断是两种 一种是pocetage,一种是negative 判断 哈啰 知道吗? 听到,听到 听到,听到 每一个老手大电荷都是E 这个E值是一点没有E值的 不19库轮 我还在,可是 我先关先 谁在讲话 你讲话的话 我不用讲的 你不要玩所有人 你讲大声一点啦 老师,你没有叫所有人 我现在没有小小有的人 网客大声不是有教你咩 老师,你没有叫你自己啊老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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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谬你们的是去哪里啊 不要谬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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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慢慢来 我们不急了 当然啦,因为你们欺负我 一定哦,他们欺负你 我那么爱你 我没有看到耶 不用紧啊,你讲啊 我们自己管掉啦 全部人谬掉哈 我们自己谬掉自己 我先把自己谬掉了 好啦好啦 好啦 Cockeying,没有 这样 ok,好 刚才讲的 电荷有两种 都带啥 一个是positive 一个是negative 然后每一个电荷哦 他们带电量都是1.6x10-19酷仑 这是酷仑啊C 好,假设我如果有10个Proton 你觉得它的电量怎么算 谁知道 10x1.6x10 对,如果是有10个Proton 又有谁讲话 10x3,1.6x10-19酷仑 好,假设我有20个Elecron 它的电荷怎么算 20个Elecron 怎么算 -20 -20 -20 1.6x10 对 好,接下去这个第三点 第三点哦 很重要的 因为等下算题目全部有用到 第一个,你先看一下 如果我们有很多个电荷 如果是属于light charge light charge是什么意思? 同种的电荷,OK? 真正和复复 它们会怎么样? repel each other 所以它们会排斥 如果是unlight charge 当然是一个正一个负 它们会怎么样? 相吸 OK啊? 嗯 现在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的 charge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point charge 来的 就好像是一个 small particle 这样 好,接下去我们再看第五点 第五点这里,讨论到columns law 那columns law说明什么呢? Electric force Between two point charge 它们是跟 它们的 charge product 有关系 乘积 乘证比 跟距离反比的平方 所以我这边全部 highlight起来的那个红色的 你可以看清楚 你的笔记没有红色 你自己highlight起来 好,那么 这是Q1Q2 我的Q1Q2呢 可以 真正可以 复复 一个正一个复复 都可以 总之是你用在公司 当你用在公司的时候 这个符号本来是正比 Proportional Direct Proportional 我写成等你 它就会有一个常数 前面这个1除4 8Islam 0 是一个常数来的 然后这个Islam 0 是什么呢? Permitted of the Vacuum of Free Surface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在真空的时候 它们的电解值 这是一个常数 所以考试会给你 好,你看这个Islam 0 一定是在真空 Face surface的情况 如果不是真空 不一样的 那么一般上 如果我发这两个电荷 我把它放到真空里面 我的这个 常数 这个是1除4 8Islam 0 OK 如果不是在真空里面 这个公司变成 1除4 8Islam 没有Islam 0 OK 一般上考试都是Islam 0 然后这个1除4 8Islam 0 你把这个Islam 0 这个值 放到这个方程式里面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话是近视值 因为一般上是8.99x10 98 这近视 就把它写成这个 OK 那么如果是你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给这个 同学忘记了 那你就这个有 因为这个是在常数 常数它会给你 但是你要记得它的Formula 是1除4 5Islam 0 那就算机票按错了 OK 我们在用Columns Law的时候 这个 你要注意一下 Q1Q2 你没有证有负 你全部给我带正值 罢了 这公司是算 manytube 明白吗 OK 因为力本身是个vector管理 对不对 最后是 你的这个方程式 记得只算manytube 罢了 至于说方向 怎么算 看你的电荷怎么排列 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看你的电荷的种类 所以我希望你看懂 这个Diagram2 你看Diagram2这边 我是不是有给你两个 你看 左边这个你看 Q1Q2是什么 正正 对吗 所以它们之间 产生什么力 才是力 OK 那么这个Q1 我画出来这个力 不是乱乱画的 这个是Q1所得到力 这个左边 那Q2得到是右边 你不要给乱乱写 要乱写的话 你的力的方向 你全部考虑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你的电荷怎么排列 我刚才讲的 然后呢 这个距离 这个R的距离 是一定是连成 这两个电荷之间的距离 我这个是把它放成水平线 你可以很多的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一些力 你就会懂的 所以刚才我讲的 Q1所说到的力 肯定是向左 然后Q2是向右 你不能说 我可不可以是Q1向右 不对了 因为这两个是正跟正 正跟正 正跟正会怎么样 repell 所以它变成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这个力 你看我画这里 这个力 真的是Q1受到的力 你不能画是Q2 这个是Q2所受到的力 那么我们在讨论力 那么我们在讨论力的时候 因为力本身是一个vector 对不对 所以力的作用点 力的方向非常重要 那这个我画给你的话 就是力的作用点 然后这里方向是力的方向 我画上去 所以不可以乱乱画的 因为你这边错的话就错了 好你在看这个 右边这边 你看右边这边 一个正一个负 假设是Q1正在这里 Q2负在这里 那么这两个是unlight charge unlight charge会怎么样 它会attract each other 所以它们之间的力 是一个attractive force 会不会这边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 一样的情况 有问题 什么问题 那是那个 正负和我带进公司 还是是正的 没有没有 公司全部带正 我讲的 刚才我讲的 这个公司 你用的时候 全部是在正值 OK 这个公司columns law 你算的是 magnitude of the column force 懂吗 OK direction how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depends on the charge 你的charge 什么排列 再来你看 你要讨论是谁跟谁关系 你看这里 我讨论是Q1跟Q2吗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所以它当然是这样的力 才叫伤心力 对不对 就是Q1而言 你看我的这个图形 右边这个图形 肯定是向右 Q2肯定是向左 不能说 我Q1 我不要是向右 我要画左 对吗 错完了咯 这样你明白 我讲的这个电荷排列很重要 OK 好 这里的话呢 是你看到的 不管是你算这个也好 这个也好 假设我们看这个 这里 你看啊 假设我算到这个力 这个力 这个 这个 左边的图形 假设我算这个10N 这个也是10N 所以他们的力 是大家一起共有的力 听懂吗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看我这边有写到这个 Diagram 2 The arrow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K 然后2 forces are equal in magnitude but opposite direction 看到吗 然后它符合什么 Newton's Third Law 谁知道什么叫Newton's Third Law 在不同的物体上 不同的物体上 啊 这个就是Action Force And Reaction Force Newton's Third Law State that There is an action force 就会有一个 reaction force Two forces is equal magnitude but opposite direction And acting on two different object 你看这里 Q1跟Q2 Q1是一个东西吗 你把它看成Q2也是一个东西吗 它都不一样 所以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力 你看这个 我指的这个力 如果这个力叫做中力 就是Q1吗 那反中力就是Q2 你看到没有 Q1跟Q2是代表 就好像small particles 不同的 所以中力跟反中力 一定是作用到 不同的物体上 OK 好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左边这个图形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 这个力 叫做中力 这个就是反中力 你看Q1做中力 Q1 这个呢 Q2 你看到了没有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你们一定要先懂 这个 你不懂后面那边 你全部不会算 因为你都不知道 怎么样去画出力 你画不出来吗 OK 好 这边我给你的 第六点 你注意看下 Electric force 一个vector 它是一个vector 它有manytude 跟direction The magnitude of the electric force between two point charts 我们用Columns law 然后这边 我讲这里 第七点 你看我把它放得很清楚 我笔记这边给你看 Columns law 如果你在用的时候 我们find out什么 manitude 所以你进去里面的话 你带去公司里面 你不需要去考虑它的 电荷是负值还是正值 全部给我带正值 记下来没有 记录下来你的笔记 有记下来吗 记得之后 好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Columns law 这个这个 这个F你的这个力 我们可以叫很多名词 第一个Column force 你看我这边写的 我也可以叫Electric force 我也可以叫Column force 我也可以叫Electrostatic force 我不知道考虑它用哪一个 所以我全部给你写了 然后这个话你就懂了 这个只要牵涉到Electrostatic force也好 Column force也好 Electrostatic force也好 你一定要明白 它在讨论的话是 电荷之间产生的力 这样清楚吗 电荷之间产生的力 由电荷形成的 OK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这个第九点就是Comparison 是比较的 这个是Electrostatic force 跟Gravitation 我们的Electrostatic force 如果你看这个公司 你看这个Table 我要喝水一下 你看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用Column force 我们的Force 可能会有两种 一 Attractive force 二 Repulsive force 对吗 对 我们产生Force 可能是相细 可能是排斥 为什么呢 因为电荷种类不一样 对不对 Light charge会 Ripel Light charge会 但是如果是Gravitation force 它只是相细罢了 这个部分 这个 右边 这个的话 是力学才上 但是我现在给你Compare 因为真的考试是这样Compare的 所以我让你看 这个F的话 是什么 万有引力 大G是一个常数来的 M1 M2 都是质量 然后这个距离 它让你们知道 这个公司好像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对比 这个是 右边的Gravitation force 我们会牵涉到 圆轴运动那边 Circular motion 我会上到 好像看Example 1 你看Example 1 我给你三个电荷 Q1 Q2 Q3 是不是都是在一个直线上 对吗 对 然后这边后面有加什么 Vacuum Vacuum 因为是Vacuum 我的K值可以带多少 刚才的 9乘10的 98 对吗 我告诉你 这个K值 这个K值 你不要给我背错的 因为很多同学 在考试的时候 他就看前面的K 他以为是他 这个K是等于多少 9乘10的9乘10-9 1除4 5乘10的98 对吗 所以这个K值不是Bossman's constant 我们在上Gath Law的时候 我们的K值是Bossman's constant 但是这个不是 你比较清楚 K值是这个值 那么我刚才讲的 9乘10的98 mF-1 这个F 是FARAD 记录下来 F-A-R-A-D FARAD 然后前面那个是Meter 不是Mili Meter F-1 OK 拿这个K值 所以这个K值 我可以拿这个 如果它是在真空 所以我们看这个 它在真空的情况 因为这个题目真空 好 现在你看 我要你算的是 做用到Q1的力 Q1在哪里 这里 对吗 好 现在我看 我要讨论Q1的力的话 我的Q1跟谁有关系 Q1跟Q2有关系吗 对不对 然后Q1跟谁 Q3 对不对 对不对 给我们一个个来看 你看 Q1正 Q2正 Q3什么 F-3 那请问 1跟2 1跟2什么力 哦 1跟2什么力 哦 相信也是排斥 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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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懂了 1跟2是排斥 现在我要讨论 Q1所受到的力 OK 好 你看这边我写的 你就去看这边 这边 你们自己加进去 要不然不会有同学看这个 这个F1这边的力 Q2R的平方 所以我的F1呢 代表是Q1跟Q2之间的一个Electric Force 我的这个 然后至于说 为什么我画出来是向右 谁知道 因为它是排斥 对了 刚才我讲了 所以换的是 如果你给我画向左就错了 这你明白了吗 像左 啊 像右 因为Q1和 是 是 像左 对 像左 对 没事 没事 这个是向左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画向右 你知道吗 OK 对 是向左 这边我写到了 OK 我在说的时候 注意看什么 注意看这里 Q1 Q1等于正的35 什么 microcolum micro是10 是吗 10的4 6 看这边就是10的4 6 然后这里啊 Pay 刚才已经有给你们看了 这是Q1 Q2 这边是Q2 你不要给我 你一定要 step by step follow他 他先讲V 你就带Q2 再带Q2 除以R的平方 R的距离 距离是谁 Q1跟Q2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28C 但是这个28C 你要换的meter单位 所以是0.28m 所以换你的R是平方 0.28平方 这里 OK 好你去算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他的力 是这样做 OK 再看F2 我的F2代表什么力呢 是Q1跟谁 Q3 对了 跟Q3 所以你看我formular 这边写啊 很清楚 因为我不要你们整员的是Q 然后会不懂谁的Q 当你电话很多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是谁的Q 这样的话你很清楚 你不会带错 懂吗 可以啊 所以的话你就带进去 然后呢你看 这个方程式算什么 manitude OK direction怎么看呢 就看咯 Q1是正 Q3是负 形成什么力 相 不相信 对 不相信 所以对Q1而言一定是相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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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相信 刚才我不可以讲了吗 你看前面刚才我讨论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说那个很重要 可以没有 然后呢 你看这个图形 这图形老师画的是 是Q1受到的力 那么我没有计划 Q2 Q3 我没有计划 因为我的题目是讨论 Q1的力 看到这个吗 你明白吗 我讨论是 force acting on Q1 那为什么会讨论到 resultant resultant是什么意思 合力 对 合力 为什么要讨论合力 因为什么 因为 因为 Q1 我们受到 两个力的作用 所以我当然要讨论合力 对吗 你再看一下 F1跟F2 谁大 F1 F1比较大 所以你看 resultant force on Q1 这个是我用初学符号来写 你们一定要会 要不然的话题目也很难解的 Sigma F 合力的意思 我的合力的话 等于 为什么是F1-F2 哪个方向我起为振 哪个方向我起为振 谁在敲打 我起的话是向左振 为什么呢 因为向左的力 大过向右的力 对吗 然后你在学这个的时候 合力的方向向哪里 合力的方向是向力大的方向 对吗 是不是 所以就拿 力大的方向为振的方向向量 所以振189 加上一个负的 是5.7 所以振负的负 我自己写的负 那这个是我用向量的方法来处理 然后写下去 然后这个 所以你得到合力是173N 当然了 因为是向左比较大嘛 所以合力向左 这个力是作用到谁 Q1上面 这样可以吗 OK 现在我要讨论的话 假设我要讨论Q2 作用到力 你看B这个部分 Q2 Q2所受到力的话 你要讨论 这个Q2跟谁有关系 跟Q1有关系 还有跟Q3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一个一个来看 清楚啊 现在的话 因为这个是同一个题目 我要让你们区分 F2 F3 F4 要不然等下你们乱 现在我讨论的F3 你看我的F3 我怎么写 我讨论是Q1跟Q2的关系 这里F3 OK 然后一样你把它带进去 然后距离的话 是这个的距离 然后呢 它的方向 它的方向的话呢 为什么F3是向右 谁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Q1跟Q2是产生 还 因为我们是来查 所以对Q2而言 一定是向 右 对吗 所以它是向右的 OK 就这样算 好 再看F4 我的F4的话 我讨论的是 2跟3 这个力2跟3 那2跟3 这个力的情况下 那么你用公司 你看这里 照样你带了 然后你再看 Q2是正还是负? Q2正还是负? Q2是正来的 然后Q3是负 所以它是向西的力 对吗 我要讨论的是 Q2的受到的力的方向 所以它当然是向右 是这样原因 好 你看 对Q2而言呢 它同时受到的力 都是向哪里? 向右 对吗? 所以你看到 Result and Force 我加起来 因为这两个方向 相同 加起来 OK 所以合力向哪里? 当然是向右 所以我这边全部有写了 这样会了吧? 有没有问题? OK 好 你再看Example 2 老师整理给你们 很清楚的 对对对 真的 我这边全部打到完了 OK 你再看Example 2 你再看Example 2 谢谢老师 因为 题目 有时候它会出这种的 有时候它会出这种的 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 我给你看到同考题目 我就懂了 这边 你看有时候它会这样出 你看 你的电荷排列 第一个你要懂 如果我讨论Q1跟Q2 我的距离是哪一个? 它们之间的距离 50对不对? 0.5 0.5m 就是50的距离 对 如果我讨论Q2跟Q3 我的距离是多少? 65对吗? 对吗? 好 如果讨论Q1跟Q3呢 是多少? 用什么? 必视定理 是这个距离 对不对? 对不对? 接下去 你要懂什么呢? 你的力 一定是在 连接它们之间 这条线的线上面 不要跑到别的地方 要把你全部画错了 好 你看这里 我有Q1 正 Q2 正 Q3 然后这个N是什么? N是什么? Nano 对不对? 看啊 你们什么东西都看不行的 N是Nano 你要读起来 Nano 来的 OK? 好 你看我的题目是 我要你算出来 Calculate the resultant force acting on Q2 这里 我要讨论Q2所受到的力 好 同学 你看 老师画给你看这里 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情况? 好 第一个你看 我的F2肯定是谁跟谁? 一定是2跟3 F1肯定是谁? 1跟2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 你用公式你要懂 是你讨论哪个电科的成绩吗? 对不对? 他们正比的 你看这里 你看我的F1 你看 1跟2 你看这边写1跟2 距离是R的平方 这个R 这个距离 OK? 把它带进去 那你看 我的QE是多少? 我的QE是 正的72 nano coulomb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带72乘10的不久 nano是10的不久 你要背起来 然后你再看Q2 我的Q2是多少呢? 45nano coulomb 45哦 所以这里的话 变成45nano coulomb 你看这个45乘10的不久 然后我的距离是 Q1跟Q2 我刚才讲的 这个是50cm 我要带什么? 带0.5 记得 0.5的平方 你们整天都忘记这个 OK? 这个方程式算什么 刚才我讲的 什么算? manitude 你按计算计算出来 然后现在是detection 怎么看? 看啊 1跟2 都是什么? 正 正跟正会怎么样? 排阵 对吗? 如果我问你Q1 你所收到的力 向哪里? 向哪? 向上 很好 向上 那Q2呢? 向下 对 而且在这条线上面 在这条线上面 OK? 对吗? 这个是F1 可以看了吗? 可以 OK 你再看这个 所以它的方向 downward 我就没有写 好,你再看F2 F2的话 这个力 你可以看到我讨论是2跟3 那2跟3的话 我们知道2跟3 2是什么? 正电荷 3是什么? 负电荷 一个正一个负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相细 对吗? 对于Q2来讲 它的力肯定是向哪里? 向右 向右 Q3 Q3 向左 对,向左 刚才我讲的 你一定要懂的 因为你不懂 你不能解题 现在的话 我要讨论是Q2 所以你看 Q2 它所受到力2跟3的话 肯定是向右 所以这是F2 所以你看 你带进去公司 你算出来 变成是向右 OK 好,那你发现了 你没有看到 这两个力怎么样? 你看 互相垂直 一个是水平方向 一个是数值方向 所以你看 我的resultant force acting on Q2 这个是公式 Segma F 等于是F1加F2 你没有看到 我的这个字特别的出 这个量来的 Vector OK 那你在算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F1的值 这个值 跟这个值 带进去 这是F1平方加F2 这个是Vector Equation 听懂吗? 听懂 这个是Vector Equation OK Value的话 你就直接写F1 然后呢 你不要黑黑的字 我这边黑黑的字呢 我为什么故意这样写呢?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这个是Vector Equation 这个是Vector Equation 这个是Vector Equation 这个是Vector 这个是Vector F1的平方 加F2的平方 然后 开根号 就可以夹到了 这是算到 Manitube 对吗? 然后方向怎么办呢? 你看 F2这个方向 F1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角度 假设我叫Vector 那么我就用Tangent Tangent 谁出谁? 当然是F1 出 出谁? F2 F2 你们应该会吧 对吧? 所以这个角度 所以呢 意思告诉你什么呢? 意思告诉你呢? 我的这个Q2的这个电荷 他所受到的力 力的大小领多少? 1.23乘10的-4次方牛顿 力的大小 方向 什么方向? 水平线以下 方向 记写啊 direction 是Below the Horizontal the direction 是等于是72.72度 Below the Horizontal 因为你水平线以下 然后你在考试的时候 这个图形要画出来 要不然哦 你也是可以画这个啦 在这里 那你就加这个 但是这个图形你要画出来 这个可以 然后你加上去在这边 你一定要说明哦 要不然你们算东西啊 Dita 是哪个角度 你有讲全部算出来了 不行的 你会被扣分的 你要画出来 这我特地画给你们看 让你们知道怎么样去算 到这边有问题? 没有 没有 没有问题啊? 真的没有问题啊? 没有没有 我不会看到 我们看 这个examp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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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给你们答案 对不对? 我要先去 我要去share 等一下 new share 我要去按 因为不在这里 这个 这个啊 你们看啊 等下我去看 new share那边 我放在哪里 我放在哪里 我放在desktop那边 等下我怎么去desktop 我刚才没有去放到这边来的 老师你记得你少拍了一页答案 我这边全部齐了 等下先我要去desktop那边先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怎样出去 哦哦看到了desktop 哎 马比你看走马比 不要进来 哇 desktop那边我怎么看到 那个字那么小 可以进去 哎 老师 你有叫爱班的人来听 是吗老师 没有我先testing你们 你要班那你整天笑我啊 不懂谁check 没事没事 你笑你老师 你留意笑你 你留意笑你 没有 老师我没有班老师 你知道吗 我做很多东西 我很晚跟你们上网 你没有看到我一直写答案很多吗 对啊对啊 哇老师我很感动 辛苦了老师 辛苦了 我现在没有开音 好你看这边 你哭了吧 前面有看到我哭了 这个 你来看 哇我的题目在那边 ok我拿我 这个 这有这样多乞丐人的 哇老师很辛苦啊 马瓶马瓶 你不要我们看到你的答案 老师 马瓶马瓶 有马瓶哦 你不要看到马瓶哦 随便 随便随便 随便随便 那个马瓶力 马瓶力 马瓶力退出了 马瓶力退出了 马瓶力退进来 哇 太神奇了 ok 好看这里 我没有给你们看刚才那个Bowboy 因为我先看我的这个题目 要帮我这个又要看那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看 没事没事 好的好的 你看一下example 3 听不懂你们在那边看一下 好 example 3 你可以看到 还有几个电客 快点 example 3 example 3 example 3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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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里面 5在中边 1 2 3 4 现在面1 2 3 4 跑掉了 达到 不要慌 老师不要紧张 老师 老师 老师,回来,老师 老师不记得 老师 pater gold 诶 你们不要笑 老师 你们很坏诶 诶 妈妈话话 妈妈话话 诶 你们很过门啊 我们不知道话话 关掉了 诶 妈妈 看你 我们看不到 我的orena 老师不要紧张 老师 诶 老师不要紧张 刚我讲的 你们看一下有五个电话 你们会发现 Q1 Q2 Q3 Q4 全部都是same value 诶 诶 对对对对 你看他们都是same value 好 你可以看到是 你看我的题目是要问你什么 我的题目是问你 Cover the resultant force acting on Q5 Q5是在哪里 中间 对的 中间 所以你现在换的是 第五 第二 第三 第四 你全部去连起来 他们的关系 你可以画出来像我的立的吗 我的方向 我再说明一次 一跟五 然后二跟五 三跟五 总之是你连接起来 一五 二五 它是排差 你可以画出来像我画的那个立马方向 判断咯 刚才我讲的 unlight charge 它会怎么样 light charge 会怎么样 然后 你看老师写的这个答案 这边 那边 F1 我是一跟五的关系 F2 是二跟五关系 F3 是三跟五关系 F4 是四跟五关系 F3 你们要一个一个来看 不然的话你们会弄错 这高是常常考的这种题目 F3 你能够画出来了吗 F3 一点时间 一点时间 F3 你需要画到像你这样美咩 我画得极美 用一个圆圈圈画 你还有我随便画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不用画到像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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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GEEE 让我看你看不出来 OK好 现在你看 好 你先看一下 你看一跟五啊 一跟五 我知道一是正对不对 五是正对不对 所以它们两个是什么 light charge 还是unlight charge light charge light charge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抬一侧 抬一侧 所以你看它是向下 对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因为你要讨论是Q5的 受到的力吗 你要讨论是Q5受到的力吗 会了吧 OK 现在要先讲 然后再看F2 我的F2是二跟五 你看二跟五 二在哪里 二在这里啊 二在这里 二是真 五也是正 正在那边怎么样 抬一侧 排斥 排斥 你看我画在这里 所以呢对五来讲的话 像这边 来 蓝色的那个F2 对啦 好 再看F3 F3的话呢 F3是3跟5 F3是3跟5的关系 我这里3这里 F3是 U3跟5关系 也是一样 正跟正 对吗 正跟正 它会怎么样 排斥 所以你看F3 是向上 对不对 OK 接下去 谁再发出声音 你们齁 老师谬谬你们齁 是因为宋林老师讲齁 如果我一个人讲话 还要睡觉 要听你们声音才不会睡觉 结果呢 你们杂音那么多 不要那么多 等下答啦 老师这样子不会睡觉吗 没事没事 要给你睡觉老师 哇 第一次上课到10点 大学都没有这样子 我大学最迟上到9点半了 大学都没有你这样厉害 没有我们大学上到晚上 大学上到晚上 OK 看这里 老师你9点20我开课了 我大学没订结束 直接进来你们这边 你还好意思讲 你再看F4 F4 你看 KQ4 Q5 所以这个 那么你的这个 F4的话呢 是4跟5 对吗 对 一个正一个负 会怎么样 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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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Q5来讲 肯定是相 还有谁到现在为止 还不懂 怎样画出他的方向的力 懂了吗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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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啊 OK 现在这个 F1 你看 F1等于是 KQE 我把他的平方 因为公司我已经写了 这个我说我算出来他的值 好你们把他带进去 刚刚我不是教你看这个题目吗 这个题目很特别 1234 电货怎么样 一样 对啦 你算一次就好 不要笨笨的算四次 你懂吗 OK 你看我算好了 你看我交代哦 你看我写这个 F1 这两条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数学 对 藏度 别对纸 什么藏度 什么藏度 老师你在讲三个 F1 那这里这里 我纸这边 你看 F1 所以你觉得我看到你纸的话 我纸真的要开 你的电脑是你的desktop的东西 什么 你不要翻 我还看你的眼神 没四次 想起来 你想起来 你换一下老师 吃美食 我要跟你讲这个文字 你 不想起来 你看不到我的画面呢 看到你的电脑东西吧 看到你的脸 我看不到你眼睛看了 老师我看不到你眼睛看的东西 没事 露虎我还去个给你看我们看死 老师我没看到你眼睛看的什么 我刚才你弄个讲 是,他只會看你FaceCamp 你們是在碰我,對不對? 沒有騙你啦,真的 現在看到嗎? 看到看到看到 看到看到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好,這邊的話呢,剛好講的這個F1 這樣寫兩線,全部是絕對值,為什麼呢? 因為Face本身是個Vector,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Q1,Q2,Q3,Q4 全部都是一樣 所以你算這個F1,肯定F2的值也是一樣 因為你就是跟5的關係 所以這個值全部是一樣 所以我這邊寫絕對值 我在討論是manitude direction 在這個圖形我已經講了 所以換了,現在算合理 你們是Q3 E跟3一樣嗎? F1跟F3一樣嗎? 一樣,一樣,一樣,一樣 對,對嗎? 剩下只有2跟4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合在Q5的話呢 2跟4完了 因為 E跟3底消掉 一個向上,一個向下 合理等於0, vertically Horizontal 這兩個加起來 因為相同方向 加起來咯 然後這個就等於這個嗎? 這個是2倍 它的2倍我就這樣寫 然後算出來 所以那邊是Q5所收到力什麼? 向右 可以沒有? 可以 這個題目啊 現在選擇題罷了 我們用超過5分鐘哪裡可以 考試就來不及中了 沒事沒事第一次嗎? 你們要很熟悉要很快 OK 好,現在看Example第4 我問你們一下 有幾個人寫了答案 我叫你們寫的 我寫好 寫好 寫好 幾個人寫好 有幾個人還被寫的 一個 有有寫了 寫了 你們自己 拿我講的東西補充 你們一定要去記得 要不然你不會算的 你再看這個 Example 4 Yes 老師 那個第三型那個 我那個上下底消掉那個 我不需要寫出來來表示 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我的圖形有 我這邊有寫嗎 1跟3是一樣 它的值 我懂 可是它上下那個位置 我自己知道它是上下兩個底消掉就可以了 我不用寫出來 對對對 因為你要寫的話呢 可以 這個的話呢變成是 vertically 合力等於0 horizontal只有這個 因爲我這些寫是 因為 我知道它的值一樣 我就沒有寫了 對嗎 我就是 1跟3的value是一樣 所以它抵消掉了 剩下我合力 是向右 因爲我有圖形 然後還有一點 剛才我講的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寫得很爽 這個圖形要有的 如果是超長達比 你沒有的話 人家可以不用給你分數 因爲人家不懂 F1是誰 F2是誰 不能 所以老師已經交代這邊了 那你們的問題是 公司呢 不喜歡用那個符號來寫 所以很難 你們一定要學習去用符號來寫 因爲這樣的話 你很清楚 你在寫什麼東西 你用什麼原理 你不寫的話 你全部都是QQ 那個也是Q 那個也是Q 那個也是F 你都不懂是誰 清楚了嗎 好 我們看Example第四 你看就像Example第四 題目讀完了嗎 讀了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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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什麼 我們有兩個EQUAL CHARGE 開來寫的那個字 EQUAL CHARGE 2 OBJECT HAVE EQUAL CHARGE 然後呢 它是掛在哪裡 用一個 insulated track把它掛起來 這個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個 這個線有沒有 它是一個絕緣線 絕緣的 你知道為什麼絕緣嗎 不帶電 為什麼 那個電荷才不會跑到那邊 這邊帶電體 帶電體 那如果這個是一個金屬的話 我的這個 這個Track 是一個金屬的話 我不是電荷跑到那邊 我怎麼看到這個現象 不能 所以我要用線 比如說Nylon的線可以 金屬線不行 金屬線不行 我一定要用是絕緣的線 所以電荷呢 在這邊 這個電荷呢 不會分佈到這個線上面 因為這邊是一個絕緣 清楚嗎 清楚 那麼你可以看到 它給你這個絕緣的線 然後呢 它給你每一條線 15CM 然後的話呢 你看 這兩個情況是怎麼樣 分開嘛 對不對 對嗎 嗯 所以呢 可以告訴你 你的Q1跟Q2 怎麼樣的一個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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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 Light Charge 對不對 剛才我講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Light Charge會怎麼樣 Rebell 排斥 所以你看它這樣的圖形 你馬上知道 Q1跟Q2 肯定是排斥的 因為它是分開的 懂嗎 好 最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題目是 要你算出來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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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這個學 全部沒有畫出來的話 不用算了 就覺得你一定要有一個idea 的 你們一定要懂了這個東西 你要畫出力 所以變成是 我們的力學 參在一起的 對嗎 然後呢 你可以聽說什麼呢 你看那個圖形這樣子 有沒有那個 帶電體那邊 一直晃來晃去 有嗎 沒有 沒有搖擺 它沒有搖擺對不對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對 他們是 Inequilibri 他們的合力是等於零 好 這邊 我沒有用Lami Serum 因為用這個會比較容易一點 等下Lami Serum的話 你用等下你會錯了 我不要給你用Lami Serum 我講的 用的力的分解 最容易找到這裡 好你看 我討論成 合力等於零 所以你們記錄下來 這兩個圖形 它掛在繩子下端 它張開 它是固定的 它沒有晃來晃去的 你懂嗎 所以他們是在 Equilibrium State的情況 所以我才可以用 合力等於零 合力等於零 可以寫成兩種的情況 一個是Vertical 這個是Vertical Y是Vertical Resultant Force in Vertical Component 等於零 那B這裡的話呢 是Resultant Force in X Component 等於零 好 現在我的題目 是第一個 要你算Tension 所以這個是A的部分 這邊 你可以看到 我不管你看這個 也好 這個也好 因為這裡的D跟這裡D一樣 這裡F跟這裡F是一樣 看左邊也好 看右邊都可以 OK 好 假設我看左邊這邊 你看 你的Vertical 方向的力有哪些? 有哪些? T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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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了更佳 Cosine 這個你一定要 Cosine 你的T component Vertical Component 是向上 對嗎 這個 所以換來是向上 匯電是什麼 向下 因為為什麼 合力等於零 很快你就可以算到T mg除cos,这个是dcos,upward force和induward force 你看我全部教你们这个因为很快 所以d你就以为罢了吗 m,你看m给你多少 2.5g,你要换什么,公斤啦 g是9.8 你看这个题目,我没有告诉你g是用10 你一定要用9.8,记录下来 然后cos30,这个其他你就按计算机了 然后tension是这个方向 如果这边是这个方向 你看我画出那个力,不是弄乱画 绳子的张力是在线上面 它的重力是在线上面 不是在旁边,不是在其他地方 这条是线嘛,所以这个力是在线上面 你们要很清楚,不要弄乱画的 可能你们搞义是上文的时候 老师没有那个严谨 所以我很严谨的,因为我让你们学正确的 A的部分算完了,再看B B的话呢,叫你证明出来 electric force等于这个 你看我用什么呢 因为electric force是这个 不管是你看右边也好,左边也好 是不是都是水平线,对吗 所以我当然讨论是x component 这个是sigmafx等于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resultant force in x component 这个的符号 你写这个符号的时候 sigmafx 你要懂它的意思 就是刚才我讲的 它的意思是 resultant force in x component 你要懂哦,数学符号你写才写得很爽吗 要不然怎么写啊 对吗 所以的话你看 如果我看这个 这个是向哪里 向右 这个呢 向左是d side对不对 就是d side 如果我看这个也是一样 d side向右 f向哪里 向左 总之向左等于向右 所以你马上可以算出来f 那d已经算了 把它带进去 就算出来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有没有问题 有人写了吗 还是有人没有写的 已经写了 哇,那么乖很好 我们来看 看c calculate the charge on each object 好,你看 虽然要你算charge 你不要认了一下 刚才那边算到了吗 你就用回column's law 你看我这边有写给你column's law 这个力呢 已经有了 刚才你算到的 这个1.12乘10负2 在这里 OK 这个Q 为什么我写成Q的平方 谁知道 Q一样 对,Q一样 对,Q一样 刚才我叫你highlight 写了没有 equal charge equal charge 所以换了Q1我叫Q Q2我叫Q 是不是等Q平方 是不是 嗯 这样的 你要会用符号 对 你要会用符号 来表示它的意思 OK 好,接下来这个R R是这个距离 你知道吗 你自己看数学 我这边画给你 这个你考试 不用画了 现在是我给你们看 好,你看 这里是15cm 对不对 这里是 这整个是60度 所以你画这条直线上来 这里是30度 所以的话 你看 这个是15cm 所以丢东西就要来 这里是15cm 有没有 所以话呢 15cos 是这里 所以这里是15sin 好,这边你看 我看老师有写15乘10-2 为什么要乘10-2 因为它是15m 对 这个cm 对 这个cm 因为我怕得到的同学 0.00几乱错吗 cm 是10的不2 你这样写就容易 我比较会 prefer 你们这样写东西 要不然0.00几 等下又多一个0 又少一个0 这样写 sine 30 是这个距离 对吗 跟它夹脚这边 cos 另外一个一定是sine 会看了没有 不会看的话 你就拿三角函数 sine 30 等于是对边 球鞋边 哇 那么我的r是这两个的距离 所以我r是2x的 我这些写的 我这些写的 我这些写的2乘他 等平方 注意哦 包括sine 30 因为这整个是代表r 这整个 两倍对不对 这里是15乘10-2 三三十度吗 这里还有一个吗 这是两倍 所以2乘他 2平方才是距离 你要算Q 不要忘记啊 要开根号 一位 开根号 你没有开根号 又错了 然后呢 最后我一定要答 你看啊 charge on each object 所以当然是我要答咯 这个是我答的 Q也好 Q也好 都是Q 因为它们都是equal charge 这样会了吧 会 如果他问你 如果他问你 这个charge 可能是什么charge 你的答案什么 正啊 可能 真正 可能 复复 对了 如果他问你 type of the charge 你可以回答 真正也可以 复复也可以 明白吗 什么 写positive positive negative negative 对啊 真正的话 也是rebell 你看我note那边给你 你看上面那边我写note 真正会想要rebell吗 夫妇也是想要rebell 如果他问你 带我的charge的话呢 你的答案要写的话呢 可能是正正 可能是夫妇 你不要只是正不了 你会没有分数 OK 老师 忘了没有 Yes 老师 Q1一定等于Q2的 上面题目呢 有没有看刚才我讲的equal charge 有没有 看example4 第二行 快点看你的notes 我乱一下e 有没有 我刚才叫你highlight equal charge 你有看到了没有 没事 啊 有 懂了没有 所以话你可以看到 那个语言那边哦 他的题目很简单 我这个题目是比较多样化 所以让你们知道怎么去解 OK 现在看啊 example第五 找example第五 找到没有example第五 第七页 你们的笔记第七页 找到 找到 看题目 看题目啊 example第五 然后有几个charge Q1 Q2 Q3 他怎么样排列 怎么样排列 直线 注意啊 因为你排列不一样的话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题目 Q2 Q3 我已经排列好了 对吗 是不是 所以那边Q1 Q1 Q1是负电荷 对吗 Q3是负电荷 然后 你注意看我的题目 if the next force acting on Q2 is 0 highlight起来这次 0 Next force on Q2 is 0 我要你find the value of Y Y的话是它的G 看到那个是吗 刚才有试一下肉哦 等下我再一次啊 看到吗 等下我上到旁边就可以休息了 明天再见你们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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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Q1 Q1 Q2 Q1 Q2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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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现在 辛苦咯辛苦咯辛苦咯 花有你真好咯老师 老师佳生你不为我们的video A-Level没有中老师 嗯对咯我们先看这个题目快点看我 合力-0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画的那个方向 因为我不可能两个向右也不可能两个向左嘛 我一定是一个是向左一个向右才可能等于0 对吗 嗯 听懂了是吗 听懂 向左要等于向右才可能等于0 我不可能两个都向左 我不可能两个都向右 因为这样不会等于0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讲的通话 F等于0 因为他给我的条件是合力-0 现在我讨论谁的合力呢 在Q2这个位置 因为他题目是讲Q2 那Q2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写什么 F1要等于F2 你看我F1这个F2这个 如果讨论这个F1的话呢 你看我写1跟2的关系 1跟2的关系 我的F2当然是2跟3 我不可能是1跟2又1跟2 不可能的嘛 一定是1跟2 2跟3 对吗 对对 然后是不是你的Q2是一个加薪 你主角啊 这个Q2对不对 好那你看你的方式 你的Q2在抵消掉了 K抵消掉了 剩下什么 你看我移位 我先移位 OK 然后呢你看 我的R1的话呢 是从Q1到Q2的距离 是12cm 那么我的R2呢就是Y OK 好你看 你不要傻傻 这是数学的技巧 你不要给我弄得越来越复杂 你看我把平方的放在一起 总挂弧的平方 然后我要这个呢 我就开根号 那个70跟30 两个图 凝页掉的呢 然后我找Y 带过去 按一次把你计算机 不要按很多次了 浪费你的时间 不够时间算 你看这边是cm 最后是cm 所以的话呢 Y等于是18.3cm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Q2跟Q3的距离是 一定要18.3 Q2的合力就等于 0 这样回了吧 清楚啊 清楚啊 清楚 清楚 我们今天到这里 因为下面是Electric Field Electric Field 是明天我在上 因为这个是新的东西 OK 所以明天几点啊 10点啊 你讲10点吗 蛤 早上10点到11点啊 没有 不能到11点 因为老师要进去 要不然你 要往上 下午啊 下午啊 晚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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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老师不能休息 我要准备很多东西 你看这个 好好好 我上不到 老师 我早上我5点就起来了 5点 5点 5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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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点 5点 不要啦 5点 5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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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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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比较难 6点半啦 这样我觉得10点啦 老师你分开啊 10点交不完啦 8点 6点半 我觉得我们下午开始啦 6点半啦 早上你起来 你也是听不到啊 你看我在睡觉喔 我还要吃早饭 好 我告诉你下个礼拜 你知道谁想安排几点吗 从8点到3点 OK 8点 我一定会起来了 刚中间的机械通路 我一定会起来了 老师你帮我点名啊 要点名的对 老师你帮我点名啊 老师你帮我点名啊 对了 所以我再跟你讲很多事情要做的 OK啦 9点8 9点45啦 Hello 9点45 老师 老师你知道我一节课只有40分钟 对啦 我懂啦 现在是超过我吗 我停了吗 你没闻 为什么 为什么还会切断啊 跟刚才我们那个一模一样耶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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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啊 老师你要无限打架 你叫人家全部人轮流做host 不是啊 我问一下等一下先 等一下我错哦 等一下我按stop就可以了 按按按按 对哦 对哦 你直接关键拿来听就好 老师 我已经关键了 刚才我按record就会有record 对不对 有有有有 正在意向啊 你关掉record先 关掉record先 关掉record老师 关掉record 老师 关掉record先 哦是你要听成那个吗 等一下先 摸那边等一下先 我看一下 老师你明天一节交的完勒 当然交不完啦 所以我先那个 我record那边哦 等一下先我看一下 老师我觉得你可以下午啦 pause record stop record 等一下 首先你可以